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真诚 有清净 有平等 有拯救 这样的爱呢 这叫慈悲 所以它不是感情的 它是充满了智慧 真诚 清净 平等的爱心 成为慈悲 方便 方是方法 便是便利 方便呢 就是最适合的方法 最适合的表演 最适合的开导 这是门禁啊 释迦摩尼佛这样教化众生 因为有方便之门 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入折振金 折振金就是佛法 就是佛陀的教育 佛家的教学根本慈悲 慈悲就是爱 为什么不说爱 说慈悲呢 世间人呢 要跟他说爱 往往他把这个意思错毁了 有感情在里头 有自私自利在里头 我喜欢他就爱他 我不喜欢就不爱他 颤杂这个东西在里面 不是佛菩萨讲的爱 佛菩萨讲的爱是真实的 是平等的 是清净的 所以那个爱心 如果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换个名称 叫慈悲 慈悲相当于现在一般人 所称的不爱 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心 平等的爱心 清净的爱心 从爱自己 扩大到爱人 爱家族 爱一切众生 爱树木花草 爱山火大地 爱变法界续空间 整个法界灵 我们今天用现在的话说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爱 佛说的 所以佛教是爱的教育 慈悲是爱 这个里头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力 自信就是爱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就叫慈悲 这个是怕人家产生了误会 因为世间一般人家爱 爱的就有钱 有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爱 佛教他做慈悲 那是真的 永恒的 不变的 所以祝佛菩萨 就是这个慈悲心 爱一切众生 真心里面 第一个德 真中之真 就是慈悲 所以慈悲是天性 不是学来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自己自信里头本有的 而且 佛华常说 万德万能 万德万能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慈悲里面的 延伸出来的 万德万能的根本就是慈悲 慈是愚乐之心 悲是拔苦之心 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 那种怜悯心是悲心 要帮助他离开苦难 希望他得到快乐 得到快乐是慈 帮助他离开苦难是悲 总是慈悲为本啊 应用在设法界里面 这就是方便 方便里面 这个爱表现着 无量差别的现象 我有一样不是爱 跟你笑是爱 板起面孔骂你一顿还是爱 那如何跟你讲是爱 教训你还是爱 我有一样不是爱 决定平等 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么现象呢 因为行业不一样嘛 众生根性不一样嘛 所以佛的表现就不一样 你看他心无量无边的心 说无量无边的法 就是一个词 方便决定是智慧 智慧有慎智 有群智 是指是自信里头 本具的剥弱智慧 全智能就这个智慧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公所 应用在厨师 在人家 祝福菩萨 用它来教化一些 不同根性的众生 所以从方便里面 就云变出八万四千法文 无量法文 这些法文都叫做方便为门 这是佛法修学的宗旨目标之所在 我们一定要知道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就是佛法 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 你明白吧 根本就是慈悲 其作用就是方便 方是方法 便是便宜 就是最恰当的方法 这个方法没有一定 因时不同 因地不同 因人不同 因四不同 但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样样的合适 这叫方便 所以方便是合的 不是四的 离是一个慈悲 在永恒不变 运用的是八面玲珑啊 千经万论 不立这个原则了 决定是实际为人 大乘佛法 每位自己的 都是为别人 别人就是自己 爱别人是真正爱自己 世出世间甚行 祝福菩萨 就是一颗慈悲心 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就是这个心 在一山桥方便 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 除世代人介物之中 那就是 教化众生 落实在生活 是自行 落实在 除世代人介物 自行 自行化他 就本着这个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心 他成就 甚弦的 死刑 超凡 如甚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